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AG前天赢了老干爹之后 很多粉丝都对AG有了信心 其中核心选手伊末的个人表现也很亮眼 四局比赛只死了一次,非常文件 他曾经的教练SK以来夸赞了伊末 表示莫在无敌 AG这场比赛没有被太多人看好 主要是因为他们上个赛季的表现比较一般 整个队伍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乱 明星选手很多,但是打不到一起去 而老干爹第一场比赛就零分了BYG 这就让人感觉他们的状态非常好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,AG还是战胜了老干爹 并且比赛的过程一点都不艰难 伊末这个赛季固定在了射手位置 他的表现也非常稳定 以往的伊末给人感觉就是很容易上头 一旦有机会就会不顾一切的冲上去 即便是一换一也要去换 这种打法如果是对抗路的话没问题 但是射手位往往是队伍的大合 是需要站到最后的那一个 最好还是伊末为主 现在强队的射手基本上都是偏稳的 包括一四二一针也没有以前在DYG的时候那么凶了 张角显然是看出了这个版本射手的作用 告诉伊诺要稳着点打 伊诺也很好地贯彻了教练的意图 就看伊诺能否将状态保持到最后 噢